说到李亚鹏肯定很多人都是熟悉的,自从1992年进入娱乐圈后,李亚鹏在娱乐圈中的发展一直是不温不火,直到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成为一线演员,可能事业上不顺导致感情也不顺,在经历了与王妃的恋情后,李亚鹏多年来一直单身,虽说与王妃的恋情被曝光后,李亚鹏名气上提升了不少,但是生活状态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在王妃与谢霆锋复合后,李亚鹏便恢复了单身生活,一直以来独自带着女儿李嫣一起生活,也算一个合格的父亲。这些年虽然一度传出与其他女星有绯闻,如许晴等,但是终究没有修成正果。 就在上个月,媒体爆料了李亚鹏深夜等候某女子一个小时,并与该女子共同返回家中的消息。当时网友便议论纷纷,觉得李亚鹏这事找到了真爱。可惜的是李亚鹏方对此一直没有正面回复。 虽然没有正面回复,但是李亚鹏近期的一些动作都表明他可能真的遇到了真爱。 先是5月1日当天被拍到与一女子在公园内大访牵手散步。画面中李亚鹏与该女子都面露微笑,看起来无比的甜蜜。 就在几天后的5月3日,李亚鹏再次被媒体拍到。这一次李亚鹏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看起来应该是去参加某活动的。 在李亚鹏的身后是一个短发女子,虽然这个女子戴着墨镜。但是从照片中还是能够看出这与上次牵手散步的是同一个人。 从照片上可以判断这个女子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想必就是李亚鹏的绯闻女友了吧。 其实这已经不是李亚鹏第一次和这个短发女子同框了,除了月初的这两次。 在今年年初李亚鹏就被拍到与该女子共同出现在某楼盘的现场。 并且从当时照片来看,二人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密的。 虽然李亚鹏方一直没有表态,但是大嘴宋祖德最近却爆料了。 他称该女子年龄在36岁左右,是一个企业家,目前身价应该在500亿左右。 并且宋祖德还称,李亚鹏是在做房地产生意时与该女子认识的。 这个女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婆,除了拥有不菲的身家外,还拥有多家公司。 虽然宋祖德的话不能全信,但是从二人之前共同现身某楼盘。 到李亚鹏曾确实涉足房地产等方面也能断定宋祖德的爆料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其实在与王妃离婚后,李亚鹏也确实传出过不少绯闻。 除了上面我们说到的许晴外,还有周迅和瞿莹等。 但是最终没有一个能够修成正果。 这一李亚鹏多次与这个神秘女子同框。 甚至高调牵手散步,想必也是真爱了。 如果绯闻真的属实那就真的要恭喜李亚鹏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